日前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威·麦塔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人们现在正在承担对中共活摘罪行漠视的后果 我的名字叫安妮 我的亲父曾经参与过 在书华人工学院器官的手术 他说 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对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上 能更加积极地对抗中共歪曲事实 掩盖真相 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的做法 如果全球当初在对待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时 能坚持要求中共透明化 及实施问责制 如果当初中共面对了来自全球范围的压力 而不得不将其医疗系统透明化 责任化 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 大维梅塔斯认为 中共只看重自身的政治声誉 它不断掩盖事实真相 使问题在掩盖中持续蔓延和恶化 在活摘器官问题的处理上是这样 在应对萨斯传染病时也是如此 对于这次武汉疫情如何起源 如何传播 中共在第一时间如何应对 在我看来都是如出一辙 典型的中共式行为 他说 在应对中共病毒流行中 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说 中共有多糟糕 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就有多棒 完全是反过来的 如果我们能像台湾人那样 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就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应该像台湾人那样应对中共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共产党 大维梅塔斯说 中共控制的是一个地缘政治及经济大国 中共不只是在中国抛出维稳筹码 他们同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外宣 施压 恐吓 利用经济和政治筹码 来掩盖事实 否认真相 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 世界上有太多人 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选择同中共合作 随波逐流 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 我们不能无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权犯罪行为 他说 有人可能认为可以无视中共的非法器官移植 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和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没关系 但是这次的冠状病毒 中共病毒 就是对这种想法的回应 他说 可以推测中共并未蓄意放出病毒 但在病毒开始传播后 中共采取了故意视而不见的做法 可以说 全世界都在盲从 都在和中共一道 故意视而不见 如今 我们尝到了苦果 所以美国参议员Josh Hawley提出的法案 为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是可行的 大卫·麦塔斯说 故意视而不见就是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素之一 纽伦堡审判中已经涉及到了此类医疗纠纷和医疗问题 在纽伦堡审判中 有一场是对纳粹医生的审判 纽伦堡法庭最终还是根据 故意视而不见的定罪原则 将这些医生中的一部分判处了死刑 他说 这一点对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来说 同样如此 他们的这种故意视而不见 就可以被看作刑事责任的要素 国际层面的刑事责任 他说 在加拿大 美国 在任何有普遍管辖权立法的国家 都允许对危害人类的罪行进行刑事起诉 不管这人 被告是什么人 什么国籍 只要这个人 被告来到该国境内 就可以起诉他 他说 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有法律规定 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 不可以享有国家豁免权 如果要这样做 就必须对这个国家做出认定 我认为中共可以被列入这样的认定国 显而易见 武汉肺炎新冠病毒 已经引起了全球范围的恐慌 中共对病毒在开始传播时的 故意视而不见 以及造成恐慌后 仍然故意视而不见 我认为中共符合 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